重達一兩的純金獎章 是任教25年才有的殊榮 而能獲得董事長親筆揮毫的磁盤 更是無上的榮耀 青傳高山在教師節前夕 特別頒證傳道金子獎章 給服務滿25年的陳桂蘭老師 同時頒證董事長親筆寫的圓盤 給服務滿40年的書邦品老師 感謝他們長期對教育的貢獻 我們今年除了陳桂蘭老師 拿到傳道獎章之外 那今年非常特別的就是 我們書邦品老師 他也是我的老同事 老大姐 然後他今年服務已經滿40年 那在青傳也聯繫服務了38年 真的是相當相當不容易 所以說我們今天也是利用這個機會 送他一個我們董事長親自寫的 那個圓盤來送給他 書邦品老師平時在課堂上 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 但自己下卻非常的和蔼可親 40年的教學生涯中 最令他津津樂道的就是學生們各個事業有成 而熱愛教書的陳桂蘭老師 雖然已教了25年 但還是認為自己是教育界的小baby 因此期許自己要不斷學習 才能跟得上潮流 與學生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雖然25年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 對我來講 我還是覺得我是教育界的小悲 你吃汗的小朋友 是教育界的小朋友 那一段時間